纽约的夏天得到官宣了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二晚上在推特上宣布 鉴于夏天越来越热 纽约市海滩将于7月1号起向民众全面开放 白思豪在推特上宣布 传闻是真的 纽约市的海滩将于7月1号开放游泳 但我们还要采取安全措施 保持社交距离原则 戴口罩 即使在海滩上 今年夏天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 纽约市海滩最初没有像往常一样 对民众以及游泳爱好者开放 而纽约市的另一项运动马拉松赛 则正式取消改期至明年 由于新冠疫情带来一系列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主办机构纽约路跑者与纽约市长办公室 已经决定取消第50届纽约市马拉松赛 认为这场比赛对跑者 志愿者 观众和其他人的健康安全 带来了太多的担忧 纽约市马拉松赛始于1970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马拉松赛事 2019年有53,640名选手参加 今年是纽约市马拉松赛的第50届比赛 第50届比赛将改期至2021年11月7号举行 市长白思豪表示 虽然纽约市马拉松赛在我们的城市是一项标志性的受人喜爱的活动 但我为纽约道路跑步者们把观众和跑步者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而喝彩 我们期待着在2021年11月举办第50届马拉松比赛 纽约路跑者将在7月15号前与报名参加2020年纽约市马拉松赛的选手直接联系 提供更多关于取消解决细节的信息 包括选择在2021年2022年或2023年获得全额报名费退款或保证免费参赛 报名参加2020年纽约市马拉松赛的选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 将受邀参加从10月17号到11月1号举行的第三届TCS纽约虚拟马拉松赛 关于这场虚拟马拉松的更多细节将在7月公布 除此之外10月31号举行的2020年阿伯特奔向终点5公里比赛也被取消 纽约路跑者此前已经取消了8月15号之前的所有现场活动和节目 今年夏天可能会宣布更多活动被取消